1968年11月24日 是刘少奇70岁的寿臣 就在这一天 他得到通知 一个月前照拍的 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在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 刘少奇走出了这个世界 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 为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 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之初 刘少奇坚持党的正确原则 维护党的领导 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却受到严厉批判 1966年8月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 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斗争 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 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国庆节这天 经周安来的精心安排 刘少奇仍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 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但林彪发表讲话时 去公开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宣称 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 前赴后继的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 10月上旬 毛泽东为破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 陈伯达做了题为 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报告 林彪发表了讲话 他们在会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 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做了检讨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 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 凯大夫在北京组织游行 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7年4月 七本宇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凭反动影片轻功密使一文 5月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从此 在报刊上掀起批判所谓 中国贺鲁晓夫的浪潮 肆意攻击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义愤填膺的抗议说 不符合事实是栽赃 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刘少奇曾向毛泽东提出请求 为承担责任 保护干部 使党少受损失 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愿意辞去所承担的职务 带妻子儿女去延安 获老家种地 然而 归田未成 他最终难逃厄运 4月6日 在江青策划下 在中南海第一次纠斗刘少奇 5月至10月 江青 康生 谢富志 指挥刘少奇 王光美专案组 擅自决定逮捕 干部 教授 吹士元等多人 言行逼供 突击审讯 制造刘少奇 叛徒 特务 反革命的伪证 以便置刘少奇于死地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各委会成立后 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给九大召开做准备 1968年10月 在北京召开了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在 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 和后部中央委员中 多数被诬陷为 叛徒 特务 反党分子 理通外国分子 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 八大一次会议选出的 中央委员到会的 只有40人 不足半数 开会时 决定后部中央委员中 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 才使出席会议的 中央委员人数 刚刚超过半数 被扩大吸收参加 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军委办事组成员 各省市自治区 各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 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以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 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全会在党内生活 极不正常的情况下 批准江青 康生 谢富志等人用伪证写成的 《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调查报告 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起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称 这个决议是全会一致通过的 事实上 八届中央委员陈少敏就没有举手 开大会通过时 他心里很难受 一看大家举手要通过了 就往桌子上一趴 这一票就是这么过去的 一些人即使举了手 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 事后陈少敏回忆说 全会关于刘少奇的错误决定 筑成了党的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刘少奇终于被迫害致死 后来经过认真复查弄清楚 确凿的事实证明 应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 内奸公贼的罪名 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刘少奇冤案 不仅冤枉了刘少奇本人 而且歪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真相 株连了千千万万的党员 干部和各阶层群众 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被诬陷为 刘少奇的黑线专政 造成全党全国政治上 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年9月前的统计 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 达两万八千多人 这是党的历史上 继三十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 又一次极为沉痛的教训 历史无情亦有情 文化大革命后 刘少奇冤案得到平凡 全国人民哀悼 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一个创建者和领导者 都是公正的 不会忘记任何人的攻击 刘少奇在蒙难时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作为走资派的总代表被打倒了 各省的代理人也都被打倒了 到1968年9月 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 要由天下大乱打倒天下大制 就要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格局下 重建党的组织机构 在这种背景下 1969年4月1日到24日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了九大开幕式 大会被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 简短的开幕词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 那天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 主席台前排 一边是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犯了错误的老同志 另一边是林彪和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 这个作曲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02人 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建立 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 九大的代表不是从选举中产生的 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 林彪做九大政治报告 报告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全面肯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方法 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 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 背离了党的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 根据所谓基本路线的精神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做了错误的修改 对党的理论基础做了歪曲的阐述 砍掉了党员的权力 还违背党的原则 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新选的中央委员和后部中央委员279人当中 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后部中央委员只有53人 结果是林彪江青的很多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4月28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九届一中全会 选举了中央机构 在选举中 李富春 陈云 陈毅 徐向前 聂荣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朱德 叶剑英 李先念 刘伯成 董碧武等 虽然保留在政治局里 但已无足轻重 而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 叶群 陈伯达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惠作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谢富志等 都进了政治局 占据半数以上的位置 在党中央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中共九大的召开 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同时也加强了林彪 江青 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历史证明 中共九大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 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13日凌晨 林彪等在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失败后 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 在蒙古温多尔汉坠机 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13事件震惊中外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尘整风运动 在批尘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采取甩石头 掺沙子挖墙脚三项办法 逐步削弱林彪的势力 甩石头是在文件上加批语 让大家讨论 掺沙子是往林彪控制的班子里军委办事组等派人 挖墙脚是改组北京军区 1970年底到1971年初 党中央召开华北会议 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 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 在林彪的支持下 军委办事组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惠作等 拒不检讨 黄永胜为此念了一首唐诗 竹伯烟消地夜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林彪、叶群当时在苏州 与他们商量对策 4月15日 党中央召开批尘整风汇报会议 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 邱惠作等人的书面检讨 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交流了各地批尘整风的经验 这时 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策划和准备发动 反革命武装政变 1970年10月 林彪之子林立国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代号为联合舰队 1971年3月 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 这份纪要题目中的571为武起义的谐音 指武装起义 纪要中分析了形式 规定了实行武装政变的纲领 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等 政变的手段包括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逼宫行事 利用特种手段 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 既要规定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 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1971年3月 林立国又在上海召集江藤娇 王维国、陈立云和周建平等秘密开会 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 为实行571工程纪要做组织上的准备 4月初 林立国指使在上海成立教导队进行特种训练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 设立秘密据点 储备器材装备、枪支弹药 7月 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做掩护 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林立国等则飞往广东、深圳、沙头角 越过规定航线 查看九龙的地形 准备情况紧急时 让林彪到香港指挥 他们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直升飞机机场 撕掉和仿造水路两用汽车 在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1971年五一节之夜 林彪来到天安门 仅在城楼上待了几分钟 便不辞而别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毛泽东离开天安门时 身边已经没有了林彪 但他却意外地碰上了大病出狱的陈毅 他们紧紧握手的时候 陈毅说了一句 毛主席 老兵陈毅向你报道 8月14日到9月12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 一路上 他先后找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等五大军区的负责人谈话 着重讲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的问题 并点名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说 他们先搞隐瞒 后搞突然袭击 五个常委瞒着三个 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 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还有什么人民军队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毛泽东的谈话使地方党政军高级干部受到很大震动 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集团的一些可疑行动 九月五日和六日 林彪夜群得到密报 获悉了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谈话的主要内容 决定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 发动武装政变 林立国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首令 林立国携林彪首令飞到北京 与联合舰队骨干一起密谋杀毛泽东的计划 暗杀计划在上海实施 方式为 一是用火焰喷射器 四灵火箭筒打砖列 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 平射砖列 由王维国戴上手枪 趁毛泽东接舰时动手 炸洪桥机场附近的油库 趁旧火动手 对于林彪集团的活动 毛泽东有所警觉 9月10日 毛泽东又突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 毛泽东不离砖列 在砖列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9月11日 毛泽东命令砖列离开上海 这时在北京的林立国一伙 准备吊火焰喷射连 去攻打毛泽东的砖列 或在苏州硬攻 用炸药炸砖列 再不成派飞机轰炸 正当他们一而未决之时 毛泽东的砖列 已于9月11日夜里 顺利地通过了苏州 及硕放铁路桥 9月12日下午 毛泽东的砖列 抵达丰台 毛泽东把北京部队 和北京市负责人 找来谈话 傍晚专列开进北京站 林彪一伙 得知毛泽东离户返京的消息 便密谋南逃广州 另立中央分裂国家 实行南北割据 他们安排了八架飞机 又把256号三叉戟专机 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 当晚十点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 得到北戴河部队的报告 立即追查林彪撕掉256号专机 去山海关的情况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深夜 林彪接到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密报 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投靠苏联 9月13号零点 林彪带着叶群 林立国等乘车从北戴河别墅出发 冲破了警卫部队的阻拦 逃到山海关机场 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旗 就强令飞机起飞 仓皇出逃 周恩来命令华北地区雷达全部开机 监视天空 并下达了全国禁航令 不准任何飞机起飞 飞机有可能飞出国境 要不要拦截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由他去吧 在漆黑的夜空中 256号专机 1点55分 飞越中蒙边界 2点30分 在蒙古的温多尔汉附近坠毁 9月15日 中国驻猛大使和使馆人员 在猛方有关人员陪同下 查看了飞机坠毁现场 现场共有9具尸体 他们是林彪 叶群 林立国 刘沛峰 驾驶员潘景寅 还有汽车司机一人 和机组的机械员三人 有关专家对坠毁现场 和飞机残骸的大量照片 进行鉴定分析 认为这架飞机 是在油料即将耗尽的情况下 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 而造成破碎烧毁的 913事件发生后 周恩来给各大军区 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主要负责同志 打招呼布置任务 接着 党中央发出通知 将林彪叛党叛国经过 有步骤的在领导干部范围内下达 同时 中央决定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 黄 吴 李秋 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撤销军委办事组 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成立专案组 彻底审查林彪 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973年8月27日 党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夜群的党籍 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 陈伯达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等人的党籍 从庐山的烟熟木照到蒙古的大漠孤烟 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3年4月12日 在跟随周恩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北京的行列里 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七年的邓小平 他在公众场合第一次亮相 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 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复出 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出现重大转机的重要表现 1971年9月 经过毛泽东的提议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曾经与林彪集团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 虽然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 但毕竟心虚 不像往日那样锋芒毕露 这些变化 为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的付出 创造了条件 1971年11月 毛泽东在接见成都部队负责人时 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1972年1月6日 陈毅元帅逝世 在当时的气氛下 起初追悼会准备按军队元老的规格办理 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将不出席 毛泽东在看了宋审的有关文件后 耐人寻味地将道词中 有功有过这四个字划掉了 1月10日下午 正当追悼会即将举行之际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要去参加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 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 以及当时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 西哈努和亲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出席陈毅的追悼会 这对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之苦的老干部 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 经毛泽东亲自悦改过的道词 对陈毅同志革命的一生做了重肯的评价 毛泽东对陈毅同志的夫人张倩及其子女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对张倩说道 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番话表明 在经历了林彪事件之后 他对邓小平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看法 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周恩来听了心领神会 暗示陈毅的子女们 把毛泽东的这番话传出去 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 成前毕后治病救人的社论 强调指出 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 是党的宝贵财富 林彪自我爆炸之时 邓小平正在江西新建县一家拖拉机修配厂里监督劳动 当一名前工 听到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传达 邓小平感慨地说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邓小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 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并表示愿意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 1972年8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做了批示 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一些功绩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 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 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江西省委安排邓小平参观了革命圣地景岗山 瑞金访问了辞都景德镇 1973年2月 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返回北京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 他向毛泽东建议 中央做一个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 下发到县团级 1973年3月10日 中共中央正式做出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决定发出的当天 周恩来向中央请假 来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休养治疗 已经回到北京的邓小平 专程来这里看望他 两位老战友在一起吃了顿晚饭 促膝谈到深夜 随后 周恩来又邀请邓小平 去毛泽东那里开会 至此 邓小平重新返回 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 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 参加对外活动 预有重要政策问题 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 以他杰出的才干 再次获得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拥护 由于周恩来已身患重病 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 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1973年12月12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 我和叶剑英同志 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 以后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5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 以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宣布了对邓小平的新任命 他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 你们的老上司 我请回来了 政治局请回来了 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评价说 邓小平柔中玉刚 免礼藏针 1973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 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 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 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一时期 毛泽东、周恩来 积极开展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当时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 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 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做了批示 周恩来督促有关部门 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 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 并把一大批下方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 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上去 1973年6月 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参观 他仔细地查看了当地革命纪念馆 深情地谈起党的历史 谈起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事迹 提出应该更多陈列他们的照片 人们不难体会到周恩来说这些话的深刻含义 要解放和使用受到打击的老干部 必须防止对他们的迫害 周恩来专门就审查干部做出批示 要求废除法西斯审查方式 并设法把一大批老干部送到医院治疗 当时人们很注意报纸上 出席各种活动的人员名单 报上如果重新出现某位老干部的名字 就意味着这个人被解放了 周恩来抓住了舆论宣传的窍门 尽可能地让广大老干部 出席各种形式的活动 以便第二天名单见报 十二月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做了自我批评 说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 错证了贺隆罗瑞卿等同志 他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 一九七四年九月 经周恩来提议 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为一九六九年六月 含冤去世的贺农恢复了名誉 在此期间 由于左倾错误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而被搞乱的经济政策开始得到纠正 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 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 一九六八年年底 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 共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是在反修防修的思想指导下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发生了一场运动 由热血沸腾到风雨蹉跎 到冷静思考 他为一代人留下了血色年华的回忆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五十年代 当时毛泽东发出号召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代努力指定地所一举无法 一九五五年起 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湖等十多个省市 组织了远征肯荒队 到一九五七年底 城市下乡青年已达七万九千多人 回乡的更多 在这些下乡知青中 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 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 他们排除习惯事例的阻挠 立志改变农村边疆落后的面貌 六十年代初 为了调整国民经济 党中央决定大量精简职工 减少城镇人口 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 专门办事机构 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 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的一项工作 知识青年中呈现出行燕子 董家庚 侯俊等典型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 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 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 纷纷参加红卫兵 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 然而 事与愿违 这种造反被林彪私人帮所利用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出现了一个严峻问题 在废除了考试制度 大学停止招生以后 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 这是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7年10月上旬 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 自动前往内蒙西林郭勒蒙插队落户 但却未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留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到1968年 在校积压的毕业生已达一千余万人之多 同年4月 中央在转发一份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 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 不仅有大学 且有中小学 文件要求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要求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四个面向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全面衰退 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 所以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 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 要求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 到工厂去 到农村去 主要的是农村去 由工农兵给予他们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 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 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 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 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 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具体情况 一律下搞一锅端一片红 两年中有四百多万老三届毕业生 下到农村和边疆 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 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 知青上山下乡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 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被说成走不走 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动员中 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 断绝口粮 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伐工资等错误做法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我国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名大专毕业生 和二百多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 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 文化大革命期间 为了安置知识青年 财政支出 共达一百多亿元 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 各地农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 在人多地少的地区 由于安置人数过多 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多数插队知青 生活上不能自己 要靠家庭补贴 给知青家长 在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 1973年 福建一位知青家长 李庆林写信给毛泽东反映问题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寄上三百元 撩补五米之吹 全国此类事甚多 荣当统筹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 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 但是对正处于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 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人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为国家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 北大荒北京庄 江西贡青啃植场 湘潭红旗农场 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 凝结着知青们的青春年华和业绩 许多知青热心地在农村教学行医 在一些边缘落后的地区 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 搞活经济的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 试图通过知青上山下乡 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 是不成功的 党和政府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 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 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 开辟就业渠道 在农村边疆的知青年的绝大多数 返回了城市 或在当地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 国家做出了给1500万插队知青 计算功龄的决定 知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已成为历史 但是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 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 仍需进行 好儿女志在四方 以知识和人才用多种方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 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和更广的范围内 转化为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物质力量 请不吝点赞订阅